新年,有一件事你一定會吃 最後一定會吃到不想再吃 年糕! 蘿蔔糕! Hello 大家好,我是Avina 我是Avina 我是Louie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 今天我們找來四間不同店舖的賀年糕點 一起來看看哪款好吃 Go! 好,我們第一個試吃的就是本地品牌響光房的糕點 那有什麼呢? 我這邊就是有鹹蛋奶黃年糕和鹹蛋蘿蔔糕 它就是聯成鹹蛋妹妹的 這邊就是有火馬人芝麻年糕 就是聯成老字號的糧茶店 永生堂開的咖啡,藍本草 下面那個就是原味的蘿蔔糕 真的是蘿蔔糕,沒有加任何東西 那我們試試吧,好嗎? 它呢,所有糕點都是香港製造的 對,盒子那裡寫的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因為我一吃那塊有辣的味道 真的很香 是吃蘿蔔糕的標準是 吃到蘿蔔絲 我自己就喜歡有胡椒味的 而且不要太多粉 太多粉 吃起來很黏 很黏 我也是這樣 一來要有蘿蔔絲 然後吃到蘿蔔碎 這個我不是吃蘿蔔絲 我是吃到一粒粒的蘿蔔 蘿蔔也挺清淨 而且粉也不是很多 也挺好吃 蘿蔔糕裡面的蘿蔔粒 也挺大粒 對,很大粒 但是我覺得它的材料不是很多 你剛剛吃到的蘿蔔糕 對,我很幸運吃到的蘿蔔糕 我期待這個鹹蛋 因為一定很香 這個比較散 剛剛的蘿蔔糕是比較實 比較淡 但是比較香 煎的時候也很香 對,這個比較香 吃起來是第一口 它的鹹蛋黃味很好吃 對 真的鹹蛋黃味不太好吃 對 因為我吃過幾間鹹蛋黃的麵糕 或者蘿蔔糕 它的鹹蛋黃味不太好吃 但是這個真的吃到它有鹹蛋黃的碎 這個挺好的 而且真的有蘿蔔粒 對,蘿蔔粒不是沒有味道 它真的好像這麼大粒 然後它是清淡的 吃不久 兩個蘿蔔糕來說 我喜歡原味 因為吃久了鹹蛋黃有少許膩 嗯 而且它蓋了蘿蔔味 這個 繼續我們看這個 吃年糕 吃年糕 鹹蛋黃年糕 為什麼 它不是很甜 就是吃不到年糕的味 吃年糕就有一股紅糖 有紅糖味 可能它因為有鹹蛋 但鹹蛋有什麼味 就是鹹蛋香 所以整體吃下去也不是很重 所以整體吃下去也不是很重 不是很重 突然我覺得有什麼奶黃味 對,是不是有奶黃 奶黃 對 吃不到奶黃 所以它是有鹹蛋 真的吃到也看到 但是奶黃味不得出 我覺得它是鹹甜的 它是偏向黏口多於鹹感 嗯 嗯 但是我覺得它已經算是很硬 它拉出來的質感 好像變坊間的年糕 我覺得 但是 整體這個品牌 我覺得蘿蔔糕好像好吃 嗯 它鹹蛋的蘿蔔糕就 好像多一些蘿蔔 嗯 而且蘿蔔糕很大 嗯 好,我們試試火販人 這個叫什麼? 富貴逼人 火販人這一款就是 上面是芝麻 下面是鹽汁 應該 對 有兩種顏色 應該是兩種顏色 但是 因為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吃芝麻 那喜歡吃芝麻的人 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人喜歡吃芝麻? 我不喜歡吃芝麻 我不喜歡吃芝麻 我聞到很大 很大股 那些 炭燒過那些 烘過的芝麻味 它好像 傳統那些 芝麻糕 但是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芝麻 芝麻糕我不錯 但是它的感覺又不完全是芝麻 真的是火麻人味 這個就是火麻 我去看 我自己就喜歡吃這個 我也喜歡吃蘿蔔糕 我喜歡吃鹹蘿蔔糕 對,蘿蔔糕是 如果你吃到蘿蔔粒的話 如果你吃到蘿蔔粒的話 你真的吃到它會很清甜 嗯 因為真的很清甜 對,蘿蔔鹹很好 嗯 略鹽就是它的材料太少 對 對 真的 剛剛我咬下去 是什麼都沒有 一塊糕 但是它真的很香 蘿蔔的材料 即使它沒有蘿蔔在裡面 那些糕 也是 我看它切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條一條 好像手指那麼粗的 蘿蔔條 嗯 但是可能不夠均勻 所以蘿蔔其實是大粒 不是很多的 但是它可以少一點蠟肉 少了蠟肉 看看是這樣子 好像 對,我覺得它是頭尾的 那些蠟肉去到頭尾那裡 中間真的沒有很多蠟肉 嗯 好,那我們現在做幾個份 1,2,3 1,2,3 但是它其它 配料不太多 我是覺得這些味道有 有一點 那些鹹蛋系列 我也覺得麻煩 但是因為這個 原味蘿蔔糕 是加了很多 我也是因為它配料不太多 所以是扣了幾分 我就是覺得它鹹蛋 搶了一些奶黃味 就是它這個蘿蔔 它搶了奶黃味 而且它蘿蔔糕 吃得多 真的有一點點膩 嗯 但是我喜歡吃鹹蛋 是因為它真的有些鹹蛋 粒在裡面 就是很精彩 是真的十年的 但是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它吃得多 真的會想 適可而遲 其實所有糕點都是 所有糕點都是 不要吃那麼多 好,我們下一間 好 來到第二間 就是有蒸爐的 四款不同的荷蓮糕點 分別有 蘿蔔糕 四川麻辣芋頭糕 桂花謝糖 馬蹄糕 還有奶黃糕 哇 好期待 因為我看到它本身的樣子 已經有很多材料 然後一切下去 其實是滿了配料 對 看到它超大顆 它的糕頭和馬蹄糕 可以吃了 沒有趕時間 我們先試這個蘿蔔糕 它沒有... 它有瑤柱 對 對 真的 它的材料真的很多 但是沒有蘿蔔 對 它有很多材料 唯獨掉蘿蔔 是不是刨了絲 對 刨了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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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碎 如果要跟蘿蔔有趣 我會喜歡剛剛那間 對 如果跟搶工坊和美 搶工坊 會跟那個真的 直到它味道 很清甜 這個真的... 可能它是蘿蔔 蘿蔔 還有配料比較多 可能它的重點就不是蘿蔔 重點就是辣 而且它的粉味也不錯 對,它會比較濕 比剛剛香港的味道 可以濕一下 拿得好吃 我覺得它的調味比較... 剛剛好 我吃過有些味道 是真的很味精 嗯 外面有一些 殘陋的 對 那我就不喜歡那些 但這些不是 這些都不喜歡 好,那我們先試第二款 試年糕吧 是不是辣年糕 辣黃年糕 這個不是辣年糕 辣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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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期待 對 它的顏色好像黃金糕 我覺得很重椰汁味 是奶黃的 沒有奶黃 不是奶黃包還是奶黃 有奶黃有椰汁味 你慢慢吃就有奶黃味 像在茶樓上面流濕的奶黃包 對 那些 但是有點實 不知道是我和我們做的 不知道是我們煎得不好 還是它用 我們先試蠔頭糕 這個是四川麻辣蠔頭糕 期待了很久 麻辣應該也很好吃 對 剛剛煎的時候就覺得很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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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看這個很... 我好像震懾了我 有麻辣味 還有這個麻辣味很好吃 是,第二次 第二次加芫姐 好像煎得很好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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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啊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真的吃多了 不是,它的麻辣味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很喜歡吃芫草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因為它... 這個很好吃 對 這個很好吃 對,這個調味很好吃 三次,它這間你為什麼最好吃 我們還沒吃芫荽糕 不用說芫荽糕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其實不是辣的 如果喜歡吃辣的人 不是辣的 喜歡吃辣 我喜歡吃辣的 這是野味 這是野味啊 這是野味啊 這是麻辣 沒有改名 你不吃辣的人 是吃辣的 但如果很喜歡吃辣 還有超辣的人 就會覺得不辣 而且你第一口已經吃到 你覺得辣到要哭出來才會辣 這種辣叫做野味 而且你看有些... 很多時候有些... 頭粒在裡面 好,我們吃完馬蹄糕 馬蹄糕也是看到它的 粒粒馬蹄很大粒 在裡面 現在它的後面 它的後勁出來了 辣味 真的好吃 對 對 它不是辣 我覺得頭的方向有辣味 你有沒有吃過桂林 叫醬呢 就是那些味道 很輕輕的 對 我吃了一個沒有馬蹄 對,我也選了一個沒有馬蹄 為什麼你不喜歡吃馬蹄 不是,我喜歡吃馬蹄 但就算我沒有夾到馬蹄粒 我也吃到它的馬蹄清甜味 我覺得它太大粒了 因為我喜歡吃馬蹄糕 有一點爽脆的口感 但是不是大大粒的 這樣就這樣 我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我相信你又不明白我可以說的 我以為吃不到它的桂花味 但是吃起來是有的 有桂花味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小粒 因為桂花那本就很好吃 可能小粒會融合一點 但是喜歡有咬口的 就會覺得好吃 所以我也是覺得很貴 對,桂花味 對,桂花味 八番 八番 我要費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低筋了 對 我覺得它普遍都比較瘦 但是它的桂花味道很好吃 我喜歡它的桂花味道 還有我喜歡它的馬蹄糕 桂花味道就 你剛才說的大粒 然後 馬蹄糕呢 我喜歡它大粒 嗯,好像有咬口才爽 對,我也是喜歡大粒一點 還有它芋頭糕真的很好吃 它的香辣的味道超野味 而且它這四款糕 不只是一盒糕 它們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包裝 都是由四位本地設計師設計的 嗯 好,我們去試下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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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麼快呢 到夜晚了 剛才吃到晚 好,來到第三間 我們就試試黃月 月餅就聽得多了 今次就試試它們用米漿做成的年糕 試試看 它好像有兩款 這是虎法年糕 虎法黑糖年糕 這款呢 鹹港黃金糕 黃金糕其實不是真的年糕 它只是加了鹹奶的年糕 對,不是平時吃的那些一絲一絲的黃金糕 吃到米的香味 我覺得它不是很硬的 我看不到那些年糕 我看不到那些美的味道 哈哈 做得好 不是,它有點甜甜的 有些米的味道 你不會覺得這款是鮮的味道 吃不到它是年糕的味道 就是跟平時吃的年糕是有點不同 對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味道 就是糕點,但甜甜的味道 這個很鹹 這個很鹹蛋 這個很鹹蛋 很鹹 鹹蛋黃 但是呢 它沒有之前 鹹蛋妹妹的那些 就是有些起沙 對 它沒有那些果粒 它是純粹整個都是鹹蛋的味道 又不是很鹹 我真的超級好 哈哈 我喜歡吃粒粒的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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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兩個的質感是一樣的 但是那種好像 一坨麻薯 但它又不是麻薯那種硬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還有要跟大家說 切這個的時候 是很難切的 它不知道為什麼 切的時候是很粉 但是它煎完之後 又很鹹 對,又很鹹 煎完之後 這個就是因為米漿 很難熟 因為切出來 它可能是米漿 所以它會比較粉 對 所以切的時候很難切 對,要... 給點力 小心一點 對 一切就要 一彩灰 對 剛剛比較喜歡吃酸彈的 我覺得它這個 紅黃 黑黃 黑黃 是清淡的 它其實很鹹 這個也很喜歡吃 感覺上好像 看到一點 好 我們給分了 好,多少分呢? 五分 六分 因為我覺得好像... 你平常吃不同的賀年糕店 都會覺得很油膩 但是你吃這一款 就沒有這個感覺 相對就適合一些... 喜歡清淡的朋友 對,喜歡清淡的朋友 因為我本身個人也喜歡吃 所以我覺得這款很適合 我自己也喜歡吃煙韌 那它沒有做到煙韌的那些... 即是它沒有這個質感 它黏,但它就沒有煙韌 好,我們... 試完黃魚了 就試誰啊? 最後... 先講老爺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的 尼其香 尼其香 對,尼其香 對,尼其香 對,尼其香有三款糕 為什麼我們要試呢? 就是蘿蔔糕 棉糕 還有薑汁棉糕 薑汁棉糕應該是其他品牌 但我們這次沒有試過 對,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反而有很多鹹蛋糕 對,今年好像有很多鹹蛋糕 我們先試這個蘿蔔糕 很棒 煎的時候更香 對 這個是煎得很金黃 謝謝 但是它是不是還有很多不同的鹹蛋糕 嗯 還有一款斑蘭糕 其實我也覺得好吃 不過我之前吃過 但是那個呢 但是斑蘭糕呢 我推薦是用蒸的方法 吃不到 很高 但是它是真的一點點 嗯 但是我覺得它是 檳東館裡面最濃的那間 嗯 它的質感有點像我們 吃的比較實的那間 它是兩間 就是響公堂和蒸爐的中間 對 它有點像蒸爐那種工體 而且我覺得它不算粉 因為呢 夾到一些蘿蔔出來 就是這樣拆開呢 你是夾到一些蘿蔔 嗯 它的蘿蔔也是偏 一粒粒的火粒的 我喜歡吃一粒粒的 嗯 都是蘿蔔絲或者蘿蔔肉 喜歡濃味的朋友 應該喜歡這個 嗯 它這個是不是沒有響公堂那麼大粒的 嗯 沒有響公堂那麼大粒 但是它這間的配料又多 對 是 收回到我這麼多間蘿蔔糕裡面 我覺得 它都很喜歡 好 第二就是這間 好 吃一下這個年糕 這個是哪一款年糕啊 這個是普通的 韓韓年糕 韓年糕 因為我們之前忘了一間是厚 美其香它的包裝 都 夠厚 哈哈 比較適合一至二人吃 嗯 因為它是小小的 兩個人吃就剛剛好 有800g和400g 哦 剛剛那款是 400g 哦 我喜歡這間年糕 因為是硬的 它這間是 真的很傳統 你一想起年糕就想起那種質感 我喜歡這個 嗯 甜度也是適中的 不會太甜 嗯 我喜歡蘿蔔糕 你其香的我喜歡這個年糕 這個年糕真的是很傳統 夠煙韌 對 沒有煙韌 還有什麼 試一下薑汁年糕 薑汁年糕 這個薑汁年糕其實我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我很喜歡薑汁但我媽媽的年糕 嗯 嗯 嗯 很薑 嗯 很薑啊 整塊的 嘩 我吃得好像薑絲 真材實 對 真的很薑啊 我覺得有點薑辣 那些 薑辣 真的有點辣味 嗯 真的真的薑絲 對 看得到 但好像沒有剛剛那個 煙韌 對 這個就淋了一點 但切出來的時候最硬是薑汁年糕 是嗎 嗯 最硬是薑汁年糕 但是吃下去又不太硬 嗯 但是就 很加 怎麼說 加上的感覺 你其香其實是很高一點 嗯 就是傳統的味道 對 很傳統的味道 全部都是很傳統的味道 薑都是 不會說很辣口 嗯 1 2 3 9分 9分 嘩 這次我覺得有8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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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喜歡吃它的蘿蔔糕 我覺得蘿蔔糕濃味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它的年糕很好吃 嗯 我也是喜歡吃蘿蔔糕多一點 因為原本都不太好年糕 但它的年糕是做得很嚴硬 另外有幾間 而且這間米奇飯 它所有的糕店都有一個家 如果家人會做糕店的話 它那個味道就是那種 很懷舊 就是親手做的感覺 對 而不是用機器做的感覺 那種感覺 爺爺麻麻的婆婆 對 是婆婆的味道 還有粥料 薑汁和蘿蔔糕都很重要 那你們剛剛吃了這麼多款 其實最有心態是哪一款 我最深刻呢 就是蒸爐的芋頭糕 和米奇香的蘿蔔糕 因為真的 那個味道很深刻 你讓我吃了今天這麼多款 我沒有這一口 都記得它 這兩款糕店的味道 就是這兩個糕店 如果是我選擇的話 我選擇 米奇香的糕 還有這款工房的 真的蘿蔔糕 都感覺到我喜歡很傳統的味道 所以我就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蘿蔔糕 所以它那種 鮮硬的口感 是很喜歡的一種 然後 工房的蘿蔔糕就是 蘿蔔糕很甜 很快 很快 所以很快 那我就選擇 蒸鹿的桂花馬蹄糕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桂花 那種香味 而不是各種桂花的甜品 都會突出到桂花的味道 但是它做得到 而且它的馬蹄都很爽口 和很大粒 然後第二間就是 和它選擇蒸鹿的蘿蔔糕 第二間呢 和它選擇蒸鹿的鹹蛋黃蘿蔔糕 因為我自己也是喜歡吃鹹蛋黃蘿蔔糕 而且它的鹹蛋不是硬碎了 和融入裡面 它真的有一粒一粒的鹹蛋 在裡面感覺 超好吃的 那你們又喜歡吃哪個的蘿蔔糕呢 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生年快樂 我愛吃鹹蛋黃蘿蔔糕 你在煮什麼 蘿蔔糕 現在已經是深夜11點了 哈哈哈哈 你去水啊 不過你看看 外面 已經有了 我怎麼這麼熟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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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多黑 我先按一下 拜拜 拜拜 他今晚要燒到鹹到鎖地 任何人才可以走 我們下班啦 拜拜 拜拜 拜拜